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公诉已过审下证 5月有望上线 新剧人设又美又撒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几年以来现实题材的影视作品热度一直居高不下 无论是证据还是悬疑剧口碑都不错 张艺主演的狂飙和他是谁更是实现两连报 近期情号主演的新剧漫长的季节播出之后 他更是立下了不好看就去爬山的 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现实题材的作品剧本越来越好 演员对于角色的塑造也让人很有代入感 关于迪丽热巴主演的《公诉精英》这部剧 网上一直都有即将上线的消息传出 如今这部剧已经正式改名为公诉 也正式拿到了发行许可证 如果速度够快 5月上线的几率还是蛮大的 因为广电出了新规定 就是一部作品的单部剧集不能超过40 所以现在无论是古偶还是证据都将集数尽量往短缩 如果遇到实在无法缩减的优质作品 只能酌情增加单集的时长 像白鹿和罗云西主演的《长月静明》同样也是40集 一集的时长却是50多分钟 《公诉》这部作品可以说是迪丽热巴的转型大作 他在剧中饰演的女主安妮是一位检察官 剧照中穿着制服的样子分外干练 完全看不出是那个红毯上凭借颜值和身材精艳四方的美神 将自身便十度藏起来专心为角色服务 这样的演员让人瞬间心生好感 《公诉》这部作品讲述了高材生检察官安妮 迪丽热巴饰演入职江城检察院后 面对众多棘手案件 与刑警队长河陆元彤大为饰演通力合作 充分发挥各项检察职能 在一系列案件漩涡中查找真相的故事 迪丽热巴饰演的检察官安妮更是以精彩的法庭公诉 让犯罪嫌疑人认罪服法 全景展示了新时代女公诉人的职业风采 其实在这部作品定装照出来的时候 有一部分网友觉得迪丽热巴的五官太过英气 穿上性别特征不明显的制服完全就是养短必长 但路透镜头下的热巴多了几分少女的鲜活 让人为之惊艳 佟大为和迪丽热巴之间虽然没有和尔蒙爆棚的CP感 但同旷照中岁月静好 更像是两代人生生不息的传承 而且作为实力派男神 佟大为的演技从来没有让观众失望过 只是不知道热巴在和前辈拍戏的时候 有没有得到一些演技上的指导 佟大为近期也没有闲着 正在和马依离合作新剧交错的场景 剧照中的戏装造型很有斯文败类的气质 和公诉中正气凛然的和路源 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让人从眼神里看到了他的演技 迪丽热巴在拍完公诉后有很长一段空荡时期 短暂休息再出发的热巴也没有让大家失望 不仅凭借红毯生涂大杀四方 在新剧《利剑玫瑰》的开机照中状态也很不错 戴着棒球帽让人梦回克拉恋人的高文一角 不过他在《利剑玫瑰》中饰演的女主邓言也是一位警察 又美又萨的女警花简直长在了观众的审美上 已经开始期待她在新剧中的精彩表现了 迪丽热巴公诉已过沈下证 5月有望上线 新剧人设又美又萨 你期待迪丽热巴在新剧中的表现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